台积电购买一千万剂BNT内幕连环报 吴子佳爆料 政府从头到尾找麻烦 台积电差点翻脸不晚了 凌晨三点钟寄给罗秉承 两张A4的纸 如果认为说 已经感觉到事情会破局 那破局的情况之下 他们将要把这个整个交涉的过程 全部公开 罗秉承看到 吓到了跟总统报告 总统才立刻要召见 他们两位董事长见面 而且被拒绝 据传蔡政府提出各种政治要求 台积电高层在邮件中辛辣回呛 这交易即将破局 民进党眼看苗头不对 才停止一连串要求 这可能是开始的政治 但是在最后 我们结束了合约 我们从我们的各方面都得到支持 看到罗秉承 周哥这个事情的成果的记者会 我才要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 一点悔过之意都没有 居然还大那那的 礼拜一开记者会 还要收割这整件事情 其实是他的功劳 看我快昏倒 政府懒工往往也看不下去 大骂别国打疫苗 百姓爱打不打 台湾人是拼了命要打 跌倒了还被政府笑 还提醒如果726降级解封 拜托蔡政府别再出来收割 党疫苗这笔账人民会记住 党到自己的民调大跌之后 信信然的同意接受了BNT 监察院跟相关单位 应该要直接调查 政府哪一些人要负起责任 所有被害死的国民的生命 一定要跟他们讨回来 民间企业有心捐疫苗 却被政府百般阻挠 随着内幕连环报 政府适合居心 民众都知道 记者贸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